主席民調現在掉到第三名你怎麼說 來 超一個 上個要不要看侯友宜 侯友宜超車了怎麼看 聽到被超車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忍不住撇頭看了提問記者一眼 不難刊除這個問題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是前一天他明明才這樣說 你說幾碗不跟你說太聲的 你不說就侯友宜 坦白講 侯友宜常常讓我忘了他的存在 你要不要啦 不是嗎 虧柯文哲已經把我忘記了嗎 但國民黨可把柯文哲放在心裡 主席朱立倫就透露 已經透過幕僚邀請 要跟柯文哲喝杯咖啡 談談聯合政府 也談談藍白河 尤其在朱立倫傳出 要接掌侯友宜全國競選主委的這個時刻 見朱立倫 也許同步能跟侯友宜見面 教練要不要跟侯友宜見面 沒有回應要不要見侯友宜 只是傳出民調開始上升的侯友宜 進來積極尋覓副手 傳出柯文哲也在他的口袋名單之中 我們在報道我實在不瞭解 那我還是要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我看風風雨雨那麼多 我最主要的 我會全力的團結 所有人的力量贏得盛行 畢竟都還沒碰到面 說再多還不如多做一些 TVB的新聞 黃國軍 許家瑞 韋佳琪 台北南投採訪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道